每位来到医院的民众 几乎都会解决这项民生需求 医院一天用水量超过500公吨 能省再省 水龙头加装感应器只是基本款 再改成物状出水 台中此院曾获得绿建筑引击标章 想尽办法开源节流 大约可省水3% 节电4.1% 医院来讲大部分的 我们目前国内空调的部分的用电 差不多占了50至55%左右 整个系统来讲会超过一半 空调用电量庞大 冷却水就少不了 这个水用量很大 一天差不多都要靠近200多吨 来到机房 原以为会有主机运转的巨大声响 但这里却出其安静 这么大的一家医院 每天有好几千人来看诊 为什么空调主机却是停机的状态 因为有除冰系统在白天溶冰节电 有如冰库般的除冰槽 取代大量冷却用水 再加上太阳能 一天平均发电1150度 一年将近42万度 省下117万电费 利用优惠电价可以节省我们这个节电 那另外在夏季的话 补充供应不会让负载超窄 屋顶人自行设计有利于雨水收集 斜面顶墙上的挤水沟 把雨水存放在这些水塔里 供应空调冷却 所以如果说有雨水辅助它的话 就会减少用水量 虽然说我们挤水的水不多 所以说78吨跟200吨差起来 是也有一段记忆 但是不少浮 因应气候变化 干旱天数增加 省水节电只能持续 不能停止 大爱新闻李亚平 林新红台中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